好那你们这一场呢 大地震也造成了台铁沿线多处路段 铁路受损 台铁是紧急的停驶 并且展开全线巡查的抢修 预计4号早上首班车树林 往花莲采单线通行 台铁表示4月3号4月4起 驿站为花东地区车票未使用者 一年内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如果有去回程车票可一并处理 0403大地震造成台铁沿线多处路段 铁道受损 台铁紧急宣布停驶 并且展开全线巡查抢修 因为我们早上7点58分 受到这个规模7点2的地震的影响 所以造成我们路线 很多路线都有损坏 目前我们台铁公司全线都暂停 因为这个地震 正度都超过我们规定的一个 我们的预测值 所以我们都要经过公务 还有电力维修车 针对路线还有电车线做巡查 如果安全无疑 我们才可以通车 花莲车站3号上午有许多旅客 询问列车状况及推票情形 台铁表示经过紧急抢修 北回线3号晚上24点 会完成单线抢通 4月4号首班车起恢复单线运转 而全线预计4月4号中午12点 会完成抢通 恢复双向通行 为了维护旅客的权益 只要是拿4月3号4月4号 起气站为花东地区的车票 没有使用 一年之内退票 免收退票手续费 如果有去回程车票 也可以一并办理 介组会欢迎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售